大家好,我是爱分享美式的托马 今天我们来做红薯油饼 做法简单,一看就会 做好的油饼松软香甜,好吃不腻 下面我们一起开始吧 首先我们将400克红薯去皮洗净 切成薄片,上锅蒸10分钟 蒸熟的红薯拿出来用彩色按压成泥 晾凉后倒入盆中 然后打入两颗鸡蛋 放入5克酵母 白糖15克,盐3克 小苏打2克 再倒入50克食用油 用彩色搅拌均匀 倒入500克中筋面粉 搅拌成絮状 再倒入60毫升水 搅拌到没有干面粉 下手揉成软硬适中的面团 盖上保鲜膜,醒发两倍大 面用了一个小时就醒好了 将醒好的面放到案板上揉光 用擀面杖擀成大面片 不要擀得太薄 然后找一个合适的工具 压成月饼 撕下的面擀开再压成饼 直到瘸压完 用刀从中间划上俩刀 生坯就做好了 锅里倒入植物油 放入筷子起小泡 就可以下入油饼 一定要小火慢炸 大火炸容易里生外焦 炸到一面变色 反过来炸另一面 看一下,炸到像这样 俩面金黄,控油捞出 炸好的油饼 外皮金黄,耐力松软 吃一口口感和蛋糕一样 尤其是红薯 自带着香甜的味道 真的是太香了 比买的好吃 你想吃吗 快来试试吧 这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吧